第一时间当然是先试油炸鬼 如果浸过也脆 那就厉害了 五站的鸡粥我是第一次吃的 它的粥底足够绊 大家看看 我们平时去喝茶吃到 仿佛鸡粥再绵一点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康黄路 今天这集影片 我会去幸福一行 拍摄一集影片给大家看 因为有好几位观众 都想看看现况是如何 因为他们曾经在那里住过 现在早上七点半 我还没吃早餐 我先去龙津路吃点东西 有一间我和老婆经过很多次 但都没有机会进去吃 趁着现在早上最好 至于为什么 去到再说 面前就是龙津路 华桂路 麗湾路 麗湾路的交价 前面就是龙津路市场 我们今天要吃早餐的地方 就是面前的五站鸡 为什么要一早过来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 比较受欢迎 比较招牌的食物 就是一个咸煎饼 咸煎饼 是要早上才好吃的 所以当然一早过来 就是这里了 很多老街坊在这里吃早餐 比如说有油炸鬼是2元一条 糖煎饼 5元一个 另外我会多吃碗粥 可能是鸡粥 好 下单 下单 说这么快 我的食物就到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鸡粥 鸡粥的价格是15元 然后既然吃得粥 当然要吃个油炸鬼 这道炸面是2元一条 已经剪开了 最后当然是最受欢迎 最知名的咸煎饼 稍为比油炸鬼 贵一点都定常 5元一条 价格实在够了亲民 我没有吃鸡底粥 这里最出名的鸡底粥 只不过我考虑到 我也是刚好 吃鸡粥 比较稳定 鸡底粥 我以前吃过 很好 当你一个鸡底粥 再加个咸煎饼 咸煎饼 先看看咸煎饼 咸煎饼 它是一个圆圆的饼 它已经剪开了 这里中间是脆的 外边是软软脆脆的 有观众又会跟我说 你会不会将牛里酥 搞错牛里酥 是圆形 椭圆形的 咸煎饼是这样圆形 是不同的 油炸鬼是长的 这些是剪开了油炸鬼 这样分开吃最好 先放在粥上 当油炸鬼浸了一段时间 尤其现在夏天 吃粥 确实是有点压力的 但是 这里好在冷气又够 好在这里 冷气也够 不会太辛苦 就算我现在坐在门口 这个位置 都不会吃完一身汗 不过 未吃不知 吃完再说 但是 跟以前旧铺 未装修之前 躲起身 确实是不同的 另外 五站机 其实之前 它有三间分店 有两间 都在龙津路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龙津东路那边 另外一个 就在半堂路那边 之前也有一间 不过 我们上星期看见 已经没有了 第一时间 当然是先试一下油炸鬼 如果浸过都脆 那就厉害了 不过 有个事情要说明 其实因为 一些消防条例 各种原因 其实它们不会在店铺处理制作 通常都是 法外加工 之后一早做好 送过来那种 这条浸完了 刚才吃那条 哇 真的很脆 真的很脆 它不是那种吃饼干的那种脆 它有点像吃比较长的 薯条那种脆 软的脆 外表是脆的 中间是软的 老实说 你说 和那些 城中村里面 拿那些千年油炸 那些卖一元 油炸鬼给 这个确实 真的没那么脆 但是在健康方面 绝对不需要担心 始终是五站机 这些 吃完之后 你要趁着吃一口 粥 它的粥 有点点 好像焦了 我不知道它是风味 还是煲焦了 但是 不恨我恨的 好吃的 舒服的 五站机的鸡粥 我是第一次吃的 它的粥底 就是豆瓣面 大家看看 我们平常 喝茶吃到 港湖鸡粥 再绵一点 如果用酸酸鸡来绵 好像不太合适 总之是滑 吃粥最重要是滑 也有米香味 当我们吃到这样 是时候就吃点鸡 它们的鸡是 带骨带皮的 不是我平常很喜欢 吃白肉的部分 当然都有肉 可能是我自己情意的问题 我是小学的时候 我开始喜欢吃鸡粥 有点点感觉 学校饭堂煮早餐的叔叔 他就会煮鸡粥 当时物资 不时太豐富 鸡粥很小粒 但是很有鸡味 这里接近那种水平 鸡肉不是很大件 我们翻动一下 类似这种 我觉得这些鸡特别有鸡味 不过吃的时候 就要小心骨头 有些食物是要一早过来才好吃 比如说这道美食 鸡粥当然是中食是一样的 油炸鬼 这种鸡粥 没有了一条美食 怎会好吃的 油炸鬼 怎会好吃的 你看 怎会好吃的 这种鸡粥 那块很滑的滑鸡 刚刚被吞下了 它油炸鬼 是这一种 不算炸到很肥很大 这一种 因为有没有油 当然有了 最起码有油 证明它是炸的 不是焗的 是的 现在有些油炸鬼 是焗的 快餐店那些 叫做 好过吃炸薯饼 那些 接着 试这些 没有皮没有骨的鸡肉 如果都滑 那就真是非常好 滑 真的滑 一点都不会太太 滑到有点离谱 还有有鸡味 通常白肉的鸡肉 没有什么鸡味 它都有 真的有点像 我有一次去到青鱼 吃到那些 鸡粥的味道 一天 走过来 还有它有点葱花根 一点 一点 但并不多 还有之前 和老婆一直都没来 都担心这件事 就说 会不会 冷气不够 很热 吃不一身汗 至少坐到现在 又不会来 试试咸煎饼 咸煎饼 你们会怎么吃的 这样拿着 这样咬 还是先咬这些脆饼 上面有很多芝麻 这个已经不算多了 每次我第一次 早上吃 他们的咸鲜饼 那种感觉 南乳味是足够的 但不会圈奔奪煮的 之后 即使这一部分 都是脆的 这部分你说不脆 我骗你 都是很脆 又圆圆螺螺 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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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咸煎饼很有趣 不知为什么 可能我自己吃的习惯 很少会配粥 因为你们有点 想不到有多夹 有时候咸煎饼 只空口吃 好像很贵 一定要配碗粥 哇 有点 又咸又甜 会不会太好 哇 吃到最后 有点点 南乳的香味 会出现 哇 最后倒数是不同 这部分超级脆 而且 撒得芝麻够多 它吃起来 是会有一种 很香的芝麻 味道 不过会在前头 在后面 真的很好 有时候我们去 吃粥 油炸鬼 如果这些粥 如果太稀 它好像 比汤浸至油炸鬼 没有那种感觉 这一道粥 那么绵 油炸鬼 放了之后 很好 很美味 看 放入去 轻轻滑 这样就最好吃 我慢慢吃 吃饱后 再去 幸福二可 在路上走过去 都不是很远 好了 我吃了一把 大家看上去的一点 最有意外的惊喜 是粥 没错 咸煎饼 不过不失 能保持到水准 如果再早点来 可能会更好 都脆 都脆 接下来 就满足观众的要求 有连续两位观众 都说去拍 幸福一行 幸福二行 在这里走过去 非常之近 去完之后 我们可能会回到荔枝湾冲 那里 我们先完成了这一部分 再讲 我们面前这里 就是华桂路 在这里附近 有几个大的地基站 比如我们之前 经常去的 陈家子地站 又或者一直往前走 就会去到 长寿路地站 始终老城区 交通当然是方便 话说这两天 天气没有之前那么热 所以很多街坊市民 都愿意出来 买菜 否则 都躲在冷气底下 洗澡 小朋友 跟着妈妈出来 来买菜 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行 就可以去得到 幸福二行 经过幸福二行 就可以过到幸福一行 我们继续走 因为始终近 龙津路市场 很多街坊市民 买菜 送回家 又有面包店 牛奶店 对面是巴士站 还有站光鸡 然后对面还有个便捷酒店 但没有之前推介的那些 那么好 那么快我们来到 幸福二行的入口 这位观众要求拍摄的 是幸福二行27号 让我找一下门牌 这里是1号 我看到幸福二行 都挺企理的 至少它是麻石砖 你能保持旧的味道 上边都是这种2到3层的平房 又不算得上西关大屋的那种感觉 再来 这里已经是二行8号 又有一些楼下居民 住一楼居民 如果我没记错 前边好像还有幼儿园 没错 就是文昌幼儿园 因为之前都曾经来过一次 如果27号 我猜应该是幼儿园 前前后后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里 文昌幼儿园 可能幼儿园 面园比较小 所以一条幸福二行 分开了两个月 再来 这里13号 竟然还有堂木楼屋 不过外边有个门 挡住 已经变成是传统风貌建筑鸟 这边这些屋 就比较新淨 外场重新翻新过 这里已经是22号 27号 我猜应该走前一点点 再来 这里还有一间屋 应该 我猜 不知什么餐厅 24号 西关的屋 这么有趣 按到24号对面 应该是25号 凡事不时的 这里是17号 27号 应该是继续往前 宽队 大西亚 是 有些屋还重新建造 有一个门面 几个厘米 这些屋是很熟的 不知以前 每水浸的年代 相比之下 这边可能会旧些 來到這裏,我已經看到 25 號, 27 號應該是這個位置 這裏,這裏,這裏已經 27 號 我現在站在 27 號門口,在這裏看上去 嘩,很高厚,起碼四層有高 是有加建陽台的,電線那些不在話下 肯定都會有的,應該多人住的 還有看到有冷氣機,還是小米的冷氣機 已經安裝了鐵門,有兩個門,可能兩個樓梯上 可能一樓就是這個門口,其他樓層就在這裏上去 旁邊都有居民在這裏,叔叔坐在自己門口 至於反而 29 號這邊,門口掛滿衣服 可能會不會一火人,不得而知 可能都是租了出去的 說回 27 號門口,門口還種了很多綠色植物 再看看樓上,二樓是有防盜網的 有冷氣機的,幾層樓我都見到有冷氣機 都挺企利的,起碼有天棒,即是天桌 好,相信這位觀眾的要求我應該滿足得到 接到來我繼續往前走 又是另外一位觀眾要求拍照的幸福一行 慢慢走 我們繼續往前走,就已經幸福一行 看到這裏還有一棟有點而格格不入的建築物 新一些的,像是70 年代左右落成的建築物 基本上這條路都是這樣的 說明是四輛車肯定是不可來的 單車,電動自行車是便可 但 쪽側面始終有磨石磚 所以踏idades會т脱,挺辛苦的 根據門牌顯示 這裏仍是幸福二行 再帶大家慢慢觀察 這條行及其他走路都差不多 有些是重新翻身過外牆 還裝了一些鐵閘 肯定住的環境會變得更舒適 但有些像這個 幾乎完全沒有翻身過 甚至有些管渠都仍是舊的 還未翻身成為PVC管 當然要加裝到很高的樓層 是不可能的 幸福二項70號 甚至前面的樓層還會是危樓 貼上風條 當然是否不得而知 還要是早幾日風 前面已經看到有間房子翻身中 可能出租更容易 因為有冷氣機 環好今天雖然有熱頭 真的不是太熱 否則到很熱的時候走 都會有一定壓力 因為這些小巷內通不通風 這裡看到幸福二項 如果根據地圖顯示的話 再走前一點就應該會到 我們沿著地圖顯示 在前方轉 不過又是地圖顯示 行福一項又不算很長的 前面這裏樺光直階 來到這裡看到這幢樓層很高 高得來還要很大 但又不像近這十年八年 可能真的六七十年代 甚至五十年代 都不出奇的 我們從這裡轉過去 同樣地 和很多老城區一樣 都偶爾會遇到這種問題 就是冷氣機滴水 再走到這裏 這間屋這麼舊 那些排水管全全沒有改過 外牆全全沒有翻新過 可能已經沒有人用 或者變成危漏 這麼快我已經找到 一行二十七號 二十五號就在旁邊 這條路隔得多 而且地上都已經不是青石磚 我們換個角度看看 一換個角度 看見外邊已經是文昌北路 在文昌北路走進去 已經是幸福一行二十五號 看見和剛才 之前去找的那間屋 這裏真是舊得多 有翻新過的 但都是上石磚外牆 還有這條渠 還未換PVC 至於電箱已經換了 為甚麼呢 電箱是供電局換的 1、2、3、3層樓高 目測是有加建陽台 我看到已經有少量外牆剝落 還有路燈 但路燈就像我們之前見過那種 燈是舊的 但燈膽是新的 節能燈膽那種 我們繼續走 找同一位觀眾要看的15號 應該在前方不遠 相比之下 這裏比先頭走過的2行 先頭勉強行車都應該行 只不過別人不走 但這裏幾乎不可能 再來這裏已經是19號 15號我猜前方那裏吧 有單車停住那裏 如果是的話也有掛衣服 有人住的 我看到有冷氣機 但這裏不是很高 就是這裏了 15號 有鐵閘的 門口還有水喉 再換個角度看看 掛著白色衣服 這裏是15號 旁邊是13號 13號、15號都是有人住的 15號好像低一點 13號升高了 但其實都是同一間屋 這裏是一個屋 轉風牆都可能過得很倒去 老城區都是這樣的 例如我左手邊這裏 這裏我猜10號吧 已經在這裏封住了 應該翻身中白 但電箱是全部換過的 例如這裏 我聽見裏面有人會走來走去的 反而再走前兩步 這裏是5號、7號 哇 弄得多漂亮 上邊還有那種 應該叫做甚麼呢 那種太陽能電箱 看得到就是那個位置 很少見的 但這裏是可以發現得到 多漂亮 像不像 弄到一個好像 House 別墅 但位於這裏是比較奇怪的 再來這條路其實是滑頭的 就不能再繼續走的了 我們就經由這裏出回 華桂路 去到另外一位觀眾要求拍攝的地方 順便再看看 觀眾要求找這兩間屋 就在這裏了 它那個不受鋼網是新製的 好了 這兩位觀眾的要求 我也都滿足了 希望它滿意 這次都比較順利 接下來我又會回到荔枝灣涌那邊 這位觀眾比較有趣 不過它留言的時候 剛剛好就是我完成了排龍洲那天 如果我早點收到它的留言 其實看完排龍洲 我順便說下去也不是一個難事 但看完龍洲之後 我就身體不適了 我沒有辦法 現在我就帶大家過去 在這裏走過去大概二十多分鐘左右 出發 為什麼會有些人 meille甚至仲由 人們有選擇 踏返 所以我會不會有反應 是否則 在這裏走過去 下 Vi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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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来多宝路 这条路有很多食物 上星期和老婆看完龙船探亲后 也是走这里 可惜当时来得太早 有很多餐厅都未开门 再往前走一点就已经是 中山三远 广衣三远 至于观众要找个充电一马路 在这里走大概还有五至七分钟 便会到 如果在这里继续往前走 是可以去到地铁五号线的 鱼耳坊地铁站 作为老城区来说 地铁其实算挺方便的 再来还有一间我经常想试 其实之前已经试过的吃腸粉的店铺 就是这个新年腸粉 很正宗的保拉奖 不过里面坐得比较辛苦 于对面西关培英中学 一道之遥一场之隔 就是广衣三远 所以这里经常会塞车 再来如果各位观众 反正来这边游玩 永庆坊都不够玩 未够猴 还来到这里 昌华远里面 都很多很有特色的东西 哇 这么多人呢 可能我估计这些同学回学校 拿成绩吧 我估计的 那里面就是医院 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样的服务 我估计是没有的 在广州 在广州 7 里面 其实是叫车子面坐下 慢慢吃 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尤其是年轻人 至于观众要找个冲边一行 应该就在那个位置 河冲的边走进去 在这里过马路 应该就是这里了 如果镜头正前方 一直一直走过去 是会去到中山白路的 当然这里属于 泥湾区 就是鲁泥湾 西边 是近中山白路的 我们现在走着这条路 叫做荔枝湾墓 下面就可以看到荔枝湾冲 这个可能最阔的位置 也不奇怪 还有现在很多环卫工人 在上面掃垃圾 所以干净了很多 至于镜头这一边 这些旧屋 有些还有家装电梯 我记得有一次 我和老婆经过这里 就是去喝茶 喝完茶 买菜那种 再来 大家可以看到 沖边一马路 水民谷宿舍 是的 我知道 水民谷是这里附近的 地图显示 继续往前走 路牌已经是沖边一马路 不过问题不大 我们继续走 至于对面 其实就已经是 广衣三院 或者说疫情期间 我曾经有一次来过探病 重重关卡 但是里面面 面积是非常之大 除了水民谷以外 荔湾区教育局 亦都是在这里附近的 在刚才镜头那边 一直往前走 就已经到 一穿过了 就会去到鱼衣坊地铁站了 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 正前方这个位置 就是之前有一次 跟老婆来这边喝茶 竹溪那边便宜 好 如果说到 荔湾湖周边有什么地方喝茶 我们是未去过的 基本上都去过 就除了新开的广州酒家 至于这一间 我认为 在周边来说 算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这里冲边一马路 所有门口都写在这里 当然这都是人家宿舍 我就不能进入 水民谷宿舍 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会在前边转左再走一走 我发现这里有很多潮山风味馆 包括先头 我在多普路走过的时候 也有两只猫挺有趣 这里就叫游济桥 是广衣三院 以前又叫游济医院 应该没读错吧 我们会在这里走过 这里就是冲边一马路 那里就是一号 现在变成快递运送点 还有上边有酒店 这些酒店最好大可不叠 门口在这里入 这里还有个养老机构 就在这里一站式 医养康库 就是我们理解为养老院 全日的日托班都有 至于对面就是这个叫做 广州市接收社会捐赠工作站 可能有些东西要捐赠 就送到这里 冲边一马路就不算很长 在外边我已经看到 往沙大道了 除了先头所说的建筑物以外 这里其实真的挺阔的 跟烧头我们去到幸福一二巷 相比这里就两车都行得到 但旧屋一样都是少不了的 对面就有不少 我估计水民站的宿舍在这里比较多 所以面前看到这些屋都是比较旧的 似一些六七十年代建筑风格的住宅楼 有香港观众对广州不太认识 可能很奇怪 为何这么多这些宿舍 是的 以前国企 都是会有很多类似的宿舍 后来私有化 将一些旧屋变成是个人资产 便补回少许钱 其实就算不是这么做 那些屋都是长期给他们的员工居住 所以我们国内广州 都会经常听到一个字叫房改房 在香港是完全没有这一回事的 即是一个企业那间屋 给你住又或者一起的时候 已经考虑是给了员工的了 因为以前他们在工作 你没有地方给人住 别人坐你都傻了 不能够安心工作 一些企业一些公司 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部门 都是会有这样的 但相比之下 就肯定给那些商业楼宇 环境惊命 没那么好物业管理 没那么企丽 这里就是冲边一马路4号之一 至于对面应该是 黎湾区的旧屋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今天天气都不错 好了 今天的影片也到此为止 如果各位观众 有你想去的地方的话 我会尽快安排的 请你在我任何一条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安排 还有还有几位观众的要求 我仍未满足 因为之前又不舒服 各种因素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